好,各位同学,那么这节课开始我们先解答一下 上节课我们固执的这样一个小小的思考题 就是如果我们尝试在M2的模块里面 用三个点引入这样一个M5模块 那么它会报这样一个错误 好,那么这个错误的大概意思 上节课说过了 就是你尝试着引入了一个超过顶级包的这样一个包 所以说会报这样一个错误 那么我们来解答展看一下 为什么会报这样一个错误 好,那么错误说我们超过了这样的一个顶级包 那么我们首先就要看一下 M2这个模块它的顶级包到底是哪一个包 好,我们先把它给屏蔽了 然后我们再一次的运行这样的一个python.py 好,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打印出了M2的这样的一个顶级包 它的顶级包是这样一个package2 好,那么package2是在哪一层呢 是在这里,对不对 好,那么我们来数一下到底几个点可以到package2 这个地方,从M2开始 一个点表示的是当前几点 两个点表示的是在package4上面 好,那么三个点就到哪里了 三个点就到package2的外面了 好,那么我们说了这个M2的顶级包就是package2 然后你现在三个点已经超越了package2这个包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会报这样一个超过顶级包的错误 好,那么大家还是要把握住我所说的这样一个原则 M5这个模块实际上来说的话 它和我们的入口文件是在同一个级别 对不对 但是不管是上节课还是这节课 我们都演示过了 ment.py这个级别是没有这样一个包的 因为ment.py是属于一个入口文件 如果你想要引入M5的话 那么我的建议就是 你能可以把M5丢到package2上面来 好,那么这个问题讲清楚了之后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个ment.py里 大家回顾一下 上节课我说了 在这个入口文件里面 是不能够使用这样一个相对路径的方式 来导入其他模块的 当时我们是报了一个错误 对,好,我们再回顾一下 我现在用绝对的路径导入这个M2模块 下面M变量是没有问题的 好,那么我们说了 一个点号表示的是同级 那么我们尝试着用一个点号 来引入一下这个M2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行不行 好,ment.py不行 它报了一个错误 no module named 下滑前ment.package2 好,那么我们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相对路径 它之所以能够找到对应的模块 它的根本的这样一个机制在于 它会根据你当前的这样一个 内置的模块变量 内容来定位 但是由于ment.py是一个入口文件 上上节课我们讲过了 这样的一个入口文件 它在被Python执行了之后 它的这个内容就不再是它本身的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模块名 M-A-I-N 它的这样一个内容将被Python强行的改成 这样的一个双下滑线 M-A-I-N 但是双下滑线 M-A-I-N 这个模块它是不存在的 所以说Python它的这样一个入口文件里 是不可以使用相对路径来导入其它模块的 这个请大家要牢记 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不仅在自己编码的时候要注意 此外我们在面笔试题里面 这样的一个经典的Python 关于模块的导入的问题的话 也是会被经常问到的 那么入口文件里只能用这样一个绝对路径 好 那么我们有些东西可能要说 我就是想在这样的一个入口文件里面 使用相对导入的形式 怎么办 有没有办法 有办法 大家可以想一想 我之前给大家讲到过的这样一种机制 就是把入口文件当作是一个模块的方式来运行 就是使用我们的Python-m这样的一个指令 来执行这样一个面的模块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如何来执行这样的一个操作 我之前跟大家说过了 我们如果想把man当作这样的一个模块 来用Python-m指令来运行的话 我们是一定要回到demo上一级去 但是我们现在是位于这样一个demo误录下面 所以说我们用cd两个点 返回到上面这一层栏 然后在这一层用Python-m指令 然后加上什么 加上demo 然后点这样的一个man 然后我们可以回测试先看一下 好 这个时候成功的挡印出了我们m2里面的print package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m2的package的包的路径是什么 是从demo开始的了 因为我们是在demo的外部运行的 所以说它的顶级包变成demo 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也讲的差不多了 关于包的相对导入和绝对导入 理解起来稍微有一些困难 但是我觉得我讲的应该是足够的仔细了 建议大家下车之后把课程的视频好好的多看几遍 现在多花一点时间 以后可以帮助我们写代码的时候节约大量的时间 好 那么课程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 提问区里我看有很多同学在问 他很讨厌这样的一个语法检测 觉得有时候会做这样的一个误报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简单的说一下 如何在VS Code里面关闭这样的一个 Python的语法检测 好 那么改变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方式 肯定还要在我们的首选项设置里面 VS Code里面绝大多数的功能量都是在这里进行的 然后我们可以在搜索里面搜索Python.linting 我们回车一下 看一下 好 找到了这样的一个配置选项 Python.linting unabled 它默认只是true 我们只要把它设置成Force就可以了 然后点击这里 它这里非常智能 有触合Force给你选 点击一下Force之后 就会把配置选项复制到这边 并且把它设置成Force 覆盖了这样一个默认的用户设置 好 然后关闭 关闭之后我们会发现 这里还是有这个波浪线的检测 对吧 没关系 把全部关闭 然后我们再开启一下 好 现在就没了 大家看波浪线全部消失了 好 那么很多同学可能会问 这个Linting我到底要不要关 其实我的建议就是 如果你Python 还写的不是很熟练的话 我建议还是不要关着 还是把它开着 对于解释型的动态语言来说的话 你想让它做得很完美的语法检测 这个是不太现实的 这个毕竟我们Python 它不是属于编译型的语言 那么我们课程里面 要不要关闭这个语法检测 我想了想还是把它关闭了吧 因为有时候我们讲课 主要还是在讲这个知识 太多的这样的一个波浪线 其实很影响大家这个心情 所以说我还是把它关闭掉 好的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又开始